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疫苗接种 来关注国内的疫情 我国今天新增一万两千五百四十一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比起昨天的新增病例稍微减少 另外今天再有一百一十五人染疫病逝 截至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八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三起 死亡病例累计六千七百二十八起 今天的新增病例当中 水州占了五千五百一十二起 依旧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周数 其次是吉隆坡 新增一千五百四十二起 再来是森美兰 今天的新增病例高达一千六百一十九起 另外今天共有六千七百四十二人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人数达到七十七万两千五百四十二人 目前我国还有十一万四千零五十三起活跃病例 其中八百九十六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四百五十六人需要使用呼吸器 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指出 今天召开的第三百六十一次药品控制执法组会议 已经同意批准中国生产的国药疫苗 以及比利时生产的强生疫苗 紧急使用授权 罗伊上发文告指出 最新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新冠疫苗 是由中国制造的国药疫苗 以及比利时生产的强生疫苗 他说卫生部将持续监督和评估有关的疫苗质量 安全性以及有效性 确保疫苗的利益大于风险 此外卫生部将采购 已经获得国家药剂监管机构 和药品控制执法组批准的新冠疫苗 确保有关的疫苗通过各项相关评估 包括疫苗的质量 安全性以及有效性 同时 政府将加快全国疫苗接种 致力确保大马成年人达成群体免疫 納费上透露 政府采取这些措施 主要是提高公共卫生水平 进而对抗新冠病毒蔓延 我国的新冠疫苗当日接种剂量 继续创新高 昨天一共接种46万零一百五十八剂 连续四天 单日接种超过四十万剂新冠疫苗 根据关闭疫苗供应特委会的官方数据 昨天接种的疫苗中 三十万四千八百零七剂为手机疫苗 十五万五千三百五十一剂为次机疫苗 接种手机疫苗最多的州属和直辖区 分别是雪兰额八万五千七百七十一剂 吉隆坡五万一千七百剂 柔佛两万三千四百二十五剂 至为接种最多次机疫苗的邦州和直辖区 则是沙拉越五万三千三百九十九剂 雪兰额两万七千六百八十七剂 吉隆坡两万零五百三十一剂 我国连续四天单日接种超过四十万剂新冠疫苗 短短四天接种超过全国百分之五的人口 这是世界最高纪录之一 并朝向下一个目标迈进 也就是单日接种五十万剂新冠疫苗 哈之节即将到来 严禁我国目前的疫情严峻 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达德斯伊斯曼萨比 警告各方 不要趁着哈之节假期 企图跨州跨线回乡 我希望大家能够取得以免疫苗 从事件发生了以后,从事件发生了以后, 在这些人发生了以后,还没有在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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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有很多人在地区运回来,有很多人在地区运回来。 如果能看到,固定群人的大阶 被我的禁止 Izma Sabri强调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国家复苏计划落实期间 跨线和跨州依然是被禁止的 她指出,在之前的开斋节 尽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 但一些民众因为擅自跨州引发病毒传染 因此必须引以为戒 另外Izma Sabri宣布 政府在雪兰娥34个地区落实的加强行管令 今天如期结束 他说国安会特别会议 在研究了卫生部针对当前情况做出的评估后 同意不再延长这些地区的加强行管令 首相当时莫一定表示 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动的人士 将获得考虑给予特定的放宽行动限制 包括 Tangshu以及跨线或跨州 首相莫一定指出 新冠疫苗供应特委会 为已经接种两剂疫苗的人重新评估 以放宽他们的行动限制 希望民众的生活能够逐渐恢复 国家新冠肺炎免疫计划协调部长开立宣布展开疫苗计量大增行动 所有雪龙地区的成年人将在8月1号前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另外雪龙地区60岁以上还没获得疫苗接种预约的长者 明日起将可以以直接登门的方式接种疫苗 也是科医部长的开立指出 雪龙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居高 因此展开疫苗计量大增行动 将可确保雪龙的成年人在8月1号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另外从明天起雪龙地区60岁以上还没接获疫苗接种预约的年长者 将可透过直接登门的方式前往雪龙的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冠疫苗 至于那些已经获得疫苗接种预约的年长者 则受促根据预约日期到接种中心不要直接登门 凯利还指出我国的疫苗接种计划接下来主要以推推疫苗为主 他解释我国所订购的1200万剂科兴疫苗将在本月底全数交付 而这些科兴疫苗已经施大合作为第二剂施大 至于追加订购的300万剂则是会在月底或8月初交付 并且会提供给不适合施大辉瑞疫苗的人接种 交通部长的独随魏嘉翔指出 交通部在今年6月收到滴血电照车公司和经营者名单之后 已经着手为这些司机安排疫苗接种 此外卫生总监丹西诺医生促请民众相信 接种疫苗可以降低感染后出现重症的风险 魏嘉翔谈言他希望国家新冠肺炎免疫协调特工队能够尽快为涉及的4万名敌视司机 电照车司机以及1万名外送员安排疫苗接种 他说该部也已经将另外一份57,930名外送员的名单交给国家新冠肺炎免疫协调特工队 一旦相关的细节敲定之后 该部将会再发出文告 另一方面 Noisam昨天通过脸书发文告表示 许多民众对早前他在推特发文 有关医护人员完成两斤疫苗接种之后 依然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仪式感到不悦 他指出 至今有3106名医护人员接种后依然确诊 但这仅是总人数的1.26% 所以感染率属于偏低 Noisam补充 接种后确诊的医护人员当中 没有人属于第五阶段 也就是重症病患 而处在第四和第三阶段的也分别只有三人 他强调 希望民众可以对新冠疫苗抱持着相信的态度 一旦接种两剂疫苗 民众也可以与冠病共存 高教部指出 政府播出高达1亿8500令吉的款项 协助超过38万名公立大专生减低负担 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 该部也促进国内的公立大学 向受到病情影响 且面对财务问题的学生 收取学费时 给予适当的宽限 高等教育部发文告指出 公立大学已经落实各项措施 包括从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开始 将各种费用如服务费、宿舍费、毕业典礼费 以及大学活动费减少平均10%到35% 文告提到 政府为所有大马学生减少 2019、2020学年第二学期的学费 涉及的款项高达7500万令吉 其中2000万令吉是政府额外拨款 5500令吉则是使用在公立大学内部资源 此外 在2020、2021学年第一学期 政府减少大约7020万令吉的学费 而第二学期则是减少4050万令吉的学费 文告还指出 由于20所公立大学在无奈之下 才使用大学内部的拨款资源 因此高教部认为 这些学费的减少率是合情合理的 中文化的高达参与 设许多健康这些学费 学费 国联合 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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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吉达州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 昨天下午在吉达王公的回墙涂鸦之后 跟到警局袭击警员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展开行动 结果这名男子在试图逃脱警方的追捕时 遭遇车祸意外 当场毕命 吉达州总经长的戴户喀茜茜 发文告指出 涉案了三十岁男子 昨天下午三点乘坐摩托 倒击打案男五级王公 并且王公的回墙涂鸦 之后在下午大约五点 男子出现在各大市的警察总部 并以拳头袭击一名执行警员 导致该名警员面部受伤 之后还扔了一把包着的玩具枪 并在武士警方的警告下逃离现场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同日发生的 王公围墙涂鸦案和袭击案都是同样男子 所为 因此展开行动 警方之后在关拉姆拉县俄伦以带 发现男子的行踪 而男子在发现警方之后 立即逃逸 没想到在警员追捕的过程中 该名男子在距离亚罗斯达约45公里的 美农地区 失控反复 当场毙命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7条文 蓄意破坏 刑事法典第332条文 智商公务员和1960年军破法令 第36条第一款拥有仿制武器 对这两起案件展开调查 在乌鲁邓家楼 一名同样疑似患有精神病的男子 全身赤裸驾车 在公路上横冲直撞 不断超过10个红灯 还连闯3个路撞 并且撞上一辆轿车和两辆摩托 最终遭到警方制止和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大约12点15分 地点位于五级五沙 警方巡逻车接到刮拉登加楼警局的通知之后 协助追踪和拦截一名疑似患有精神病 并且赤裸驾驶一辆蓝色本田轿车的华裔男子 警方最终在五级五沙交通灯十字路口 发现这名华裔男子的轿车 并通过广播发出多次警告 但男子不但没有停下来 还使劲加速 途中连闯多个地区的红灯 警方入障以及撞倒两辆摩托和一辆轿车 最后停在了刮拉伯浪干板18英里的一间住家前 随后 警方在追捕的过程中和这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 并在之后将男子送往医院进行尿检和咽穴 而男子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并成阴性反应 根据登加楼医院的记录 这名被捕的男子患有精神分裂症 警方原理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四十二条文 危险驾驶调查此案 玻璃市发生一起家庭悲剧 一名妇女遭遇家暴 报警求助 警员随即上门展开逮捕 没想到事先施暴妻子的嫌犯 情绪暴怒 手持长刀 弄伤三名警员 警员之后以保护自身和嫌犯儿子安全为由 开枪警告 但嫌犯继续攻击 因此最终被警员开枪击毙 这起案件发生在巴东沐沙 家族无纪录的一间住宅 刑犯是一名55岁的乌鸣男子 巴东沐沙警局主任塞福定指出 警方是在昨天下午2点48分 接到一名妇女的投报 指她在住家遭到丈夫家暴 包括长乖 扯头发 打脸和被践踏 不但如此 这名妇女还指控丈夫 一度把斧头放在她的景象 让她感到生命受到威胁 警方接获投报之后 在下午5点半前往嫌犯的住家 展开逮捕行动 警员抵达现场之后 从住家窗口进入屋内 并发现嫌犯持着一把长刀 情绪暴怒 据了解 嫌犯是因为不满 被妻子自言自语 因此对妻子施暴 塞福定说 警方与嫌犯的儿子努力劝说 但依旧不成功 反之 嫌犯的情绪还越来越激动 之后 嫌犯更用长刀攻击警员 导致一名警员严重受伤 她指出 嫌犯没有停止有关的行为 接着 更砍伤另一名警员的脚步和一名警员的头部 眼见情况不妙 警方被迫开递枪 以示警告 但嫌犯还是继续攻击 为了保护在场所有的警员 以及嫌犯孩子的生命安全 警方最终开出二枪 当场击毙嫌犯 而受伤的警员则送往医院接收治疗 目前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7条文 企图谋杀 2012年家庭暴力法令 第18A条文 刑事法典第506 刑事恐吓 以及第323条文 须意伤人调查此案 全国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 达多阿西斯曼指出 玛伊巴亚三曼线上缴付交通法单 50%的折扣活动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因此 警方呼吁民众把握时机 缴清罚单 阿西斯曼指出 玛伊巴亚三曼交通法单折扣活动 从上个月18号开跑 并且获得民众的热烈回响 而这项优惠活动将在后天18号截止 民众可以登陆玛伊巴亚三曼网站 或从苹果App Store 谷歌Play Store 或华为Gallery 下载麦巴亚三曼的应用程序 缴付罚款 不过 涉及重型车辆 改装器官 法庭审讯案件 和发生在2021年 严重过失等的交通罚单 则没能享有罚款折扣优惠 阿西斯曼说 这款应用和网站 是由警方自主研发的 缴付罚单平台 希望借由电子付款服务 实现无限金社会 而警方会在优惠活动结束之后 公布解决的罚单和罚款数据 本集完 通知识 公布解决 有限公布解决 保证 公布解决 公布解决 最好的 公布解决 保证 报信 亡 日本艺术团体TeamLab 推出了视觉上壮观的展览 通过灯光和五颜六色的投影 推动西南九州岛的森林 新闻结束前一起来看看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